全球大掃除聯盟抓捕中共間諜 中國通脹通縮並存 經濟復甦局面複雜 連年財務造假 美上遭深交所終止上市 山西9歲小學生在校園內用紅領巾字役 網民熱議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希望智慎TV兩岸耀文 今天是5月12日星期日 在廣告時間裡 向您介紹三高代謝寶 在過去一段時間裡 我們一直在向您推薦三高代謝寶這款產品 它已經幫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陳代謝和各種身體功能的問題 許多購買者反饋 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後 它們的血壓和血糖水平有了明顯的改善 特別是台灣雅小姐分享 她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媽媽在使用之後 記憶力有所改善 為了深入了解 我們採訪了三高代謝寶的研發兼董事長陳長宏先生 陳先生解釋說 阿爾茲海默症現在被視為糖尿病的第三型 是胰島素阻抗引起的 三高代謝寶中的成分 如苦瓜 肉桂 姜黃和綠茶的兒茶素 能夠有效地改善這個症狀 陳先生指出 現代生活方式導致活動量減少 許多人的新陳代謝功能下降 長時間的久坐對於身體健康極為不利 三高代謝寶可以調整身體新陳代謝 改善整體的健康狀況 如果您對三高代謝寶感興趣 或者是想了解一下這個產品是否合適您的症狀 請拨打免費咨詢電話 1-866-520-5201 好的 首先來看本台記者王霄的採訪報導 在2022年10月22日 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遭到工作人員突然帶離會場 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輿論轟動 而在近期 中共黨魁習近平訪問法國 匈牙利 塞維利亞三個歐洲國家 這名帶走胡錦濤的習近平的全程隨行露出了真容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體制內的官員罕見透露 稱本次隨行的中共辦公廳主任孔紹遜應該屬於令計劃 雖然他目前為習近平服務 但是在東南海也是非常難熬 另外 有官員透露了其人的背景和上崗內幕 獨立時事評論人士蔡勝坤 在海外社交媒體MAX上發布貼文 其中包含陪同習近平出訪的中共官員合影 蔡奇 王毅 孔紹遜再列 並且配文說 在馬克龍的歡迎儀式上 孔紹遜站在了蔡奇的身後 與王毅站在同一位置 意味著孔紹遜受到重用 而在10日 前中共體制內官員杜汶 在自媒體頻道披露孔紹遜的上位背景 他表示孔紹遜是寧夏人 很多人認為他是由丁薛祥提拔起來的 但據他瞭解孔紹遜實際上是由 時任中辦主任令計劃選定 並且提拔到中央辦公廳的 這個過程經過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的同意 而後來令計劃出事之後 孔紹遜是否有出賣過令計劃 這個問題尚且不好說 杜汶對希望之聲表示 他這個職務很特殊 他既需要一種非常專業的信息處理能力 他也需要有技巧的一種操辦事務 接待安排領導生活 事務性能力 習通常戴上他的職責應該是協助蔡奇 為習近平報告傳遞緊急信息 包括安排習近平的起居 安保一些雜事的 他就等於在一個行走的中央辦公廳 據公開資料 孔紹遜是寧夏中寧人 199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 2010年升任中辦副主任 是時任中辦主任令計劃的副手 而令計劃在2014年12月份被官宣落馬 2016年的7月4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杜汶表示 令計劃素來喜歡人民大學畢業的學生 有一句話一直流傳 北大出人才 人大出奴才 他這個位置是中共的核心圈子 令計劃對他相當的信任 才把他放在身邊 而且一定是金胡錦濤點頭同意 否則進不來 杜汶說 中央辦公廳的歷道語 胡思海選拔人才 一定會有寧夏級的 立盟級的相關的幹部 各個地方省級的都有 既有於防止山頭主義 防止團團合夥 同時也是一種政治上的一種考慮 各地方人都有體現中共的一種開明 當時寧夏級的一個正部級官員 國務法治班主任曹康泰退休 中辦國辦就沒有寧夏級的部級官員 就把他給補進來了 就了解他這個人為人很低調 特別謙虛 杜汶認為令計劃倒台 而他沒有 說明他們之間是工作關係 而不是分贓關係 習近平出國時帶著孔少遜 顯然他是習近平的心腹 孔少遜把胡錦濤嫁出會場 也是聽命行事 作為工作人員就是唯命是從 領導在那坐著 中央辦公廳的人就會在下面盯著死死的 領導的水沒了 馬上去倒 有任何一個眼神 他們馬上就過來問 比如習近平的椅子在坐之前 他們檢查這個椅子是不是穩當 這個茶杯水溫 他們都得檢查 他就是幹活了 就像過去的大內總管一樣 原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華指出 孔少遜2010年進的中央辦公廳中辦 最大的頭是胡錦濤 12年習近平才上任的 所以你就看這種人對前主子可以下狠手 這就是共產黨的圈養 誰是主子就聽從誰的 完全是奴才的做法 那當時架走胡錦濤 介紹習近平的質量 因為這些人呢 沒有背景 也不是宏吉大 他是秘書 特會揣渡主子的用意 習近平不喜歡用有才幹的人 就喜歡用奴才性格的 對他點頭哈腰的人 孔少遜正好符合這個特点 秘書局的局長 是幫著習近平看所有人的一個大管家 實際上就是監控所有的 他那些大大小小的奴才的 所以一定是被重用的 因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5月10日 29歲的英國議會的前研究員卡什 和32歲的牛津大學學者貝里被告知 法庭將在明年審理 他們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案件 倫敦警方4月份指控兩人 違反官方保密法 非法向中共提供 有損國家安全或利益的信息 兩個人獲准保釋 10月4日舉行聽證會 消息稱6年前兩個人都曾在杭州東方中學當過老師 對此加拿大華裔作者盛雪表示 英國的這個事情不意外 因為這種策略中共已經推行了一段時間了 他用一切的機會用一切的資源去拉攏 腐蝕、裹鞋這些人為中共服務 盛雪接著說 中共一直在用這些手段 而且你看中共後來從世界各地往中國招流學生 招呼喚的學者 然後還有很多的領域 他都需要西方民主國家的人為他服務 所以他在這些領域應該有不少他們的暗線 當整個世界認清了中共的這種性質 這種做法之後 我估計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會發現這類的人物 多年以來 中共被指控利用金錢收買、電子竊聽、錄音等手段 收集各種色情證據、訛詐、策犯目標人物 最近歐洲多個國家都發現中共的間諜活動 4月22日 德國警方逮捕了43歲的華裔特工郭健 當天德國檢察官還以間諜活動罪拘留了3名德國人 其中托馬斯曾任職香港貿易發展局 另外兩個人是在德國杜塞多夫經營公司的伊娜和賀威夫婦 三個人被控至少從2022年6月份起為中共國安部工作 透過學術合作竊取國家軍事科技機密給中共情報部門 前北京律師、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也表示 共產黨往西方排除大量的間諜 不擇手段地進行滲透和擴張 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和情報 收買方方面面重要的人物為它服務 西方要大力地加強這種反滲透 把更多的為共產黨賣命的間諜 盡可能地做更多的打擊 這是根本之道 芬奇認為 隨著各國逐漸地認清中共的本質 接下來將會有更多的中共間諜被拘留 中國4月份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連續三個月的上漲勢頭還在繼續 顯示國內需求有所回升 不過當月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的下行走勢也沒有明顯的改變 北京當局提振經濟的挑戰仍然不小 消費者價格指數是經濟學家密切關注的資料 4月份這一指數公布之前 中國的進口資料也好於預期 因此路透社在報導中指出 中共政府過去幾個月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 在拉抬消費者信心方面似乎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5月11日公布的資料 4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0.3% 高於3月份的0.1%也高於路透社通過對經濟學家進行調查 做出的0.2%的預期 路透社說大多數中國經濟研究人員認為 官方的統計顯示工廠和服務業活動仍然很低迷 北京面臨的挑戰仍然很艱巨 而且目前的漲勢也可能難以持續 這也為出台更多的政策支持建立了理由 地方官員正在為處理高達13萬億美元的 市政法人債務傷透了腦筋 而中共國務院則已經要求債台高築的某些地方政府 延緩和停止某些國家投資興建的基礎設施項目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 生產者物價指數PPI4月份同比下跌2.5% 比上個月下跌的2.8%略有緩和 但是卻標誌著一年半以來持續的下滑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稍早更是開會指出 要運用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等政策工具 推動經濟的成長 中共政府為今年設立的經濟成長目標為5%左右 但是很多經濟學家認為 如果北京當局不再出台新的政策支援 實際這一目標存在很大的挑戰 2024年5月9日 中國上市公司美上生態公司股票停牌 該公司連續20個交易日的股票收盤均低於1元 此舉觸及了面值退市的紅線 美上生態自2015年在深交所上市以來 持續財務造假的行為引起廣泛的關注 據公開資料顯示 自上市以來 該公司的連續9年財務造假 並且實控人還涉嫌操縱公司股票 這些行為使得美上生態成為輿論的焦點 並且受到了監管部門的處罰和警告 據中共證監會今年3月31日下發的 《行政處罰決議書》顯示 自2012年至2019年及2020年的上半年 美上生態公司一直在進行 虛增淨利潤等財務數據的造假 其中該公司不按審定金額調整收入的工程項目 多達十餘個 通過這種方式 該公司在2015年至2019年期間 平均年虛增金額達到數千萬元 美上生態的實控人是王營燕和徐晶夫婦 然而王營燕訴訟纏身 多次被法院列為失信人 並且被限制高消費凍結股權 與王營燕有關的中本案件超過20個 該公司曾發布澄清公告稱 相關媒體的報導嚴重與事實不符 並且表示實控人王營燕仍然在中國境內 然而對於美上生態高管直言不諱地承認 造假上市的傳聞 公司和當初保健該公司上市的廣發證券 都沒有作出回應 此外廣發證券也受到了美上生態財務造假 等違規行為的牽連 於2023年9月12日被證監會處罰 被罰莫的金額合計超過了1000萬元 美上生態面臨的面值退市風險 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這一事件再次引發了對中國上市公司 財務造假問題的關注 以及監管部門對於此類違規行為的處罰方式 中國大陸的小學生因為佩戴紅領巾 而殞命的事件頻頻發生 4月28日山西省碩州市 比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在校園字役身亡 消防稱孩子是用紅領巾字役 家屬不服在網上曝光 這一事件引發了民間的關注 有縣民之言學校都不安全了 交出育人的地方竟然會吃人了 據視頻內容敘述 當孩子的家長到達學校討藥說法時 校方只給了一句 孩子是用紅領巾字役的 家長憤怒將此事在網上曝光 疑似校方最開始說是用攜帶字役的 這次他們改掉說法是用紅領巾字役的 而不是攜帶 因為攜帶在做實驗的時候一直就是折斷的 不能夠溢掉人 所以才改變了說法 有江蘇網民擔心在學校都不安全了 該怎麼辦呢 學校成了凶暗場地了嗎 難道 山西縣民說 以前把孩子送到學校 家長可以鬆口氣了 感覺有人管了 現在送到學校還是提心吊膽 高速的縣民說 小孩在學校都不安全了 真是服了 交出育人的地方竟然會吃人了 有黑龍江的網民質疑 如果說不是自意 有沒有可能是他本身帶著紅領巾 然後被人扯著給掛在一個地方了 四川網民也質疑 我女兒15歲出二了 攜帶都記不好 9歲的男孩能用紅領巾字役 在中國大陸 中共要求所有的孩子從上學起 就要加入共產黨的附屬組織少先隊 6歲到14歲的學生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一年四季都要求脖子上要帶著少先隊的紅領巾 網媒曾經宣傳紅領巾是由烈士的鮮血染成的 但是不少網民質疑 死人的血染成的東西天天掛在脖子上能好嗎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聞節目內容 在今天的靜宜時間裡和您分享兩個視頻 說一個羅刹國的恐怖故事 這兩天在網上一個舊的視頻突然火起來了 就是在一個工地裡 一個剛到工地上打工的大學生 被關在了綁緊的鋼筋架子中間 拍攝視頻的人問他是誰叫你到下面去綁的 他說是老工人讓他到下面去綁的 現在出不來了 單看這個視頻有人覺得 這可能是工人之間的惡作劇 捉弄這個剛來工地的小青年 但是仔細想一想 用粗鐵絲綁緊的鋼筋架子 是為了往裡面澆住水泥的 為了開玩笑把小青年綁在裡面 過一會兒再把鐵絲拆開放它出來 你看這畫面中密密麻麻的鐵絲和鋼筋 您覺得開玩笑用得著費這麼大的周章嗎 那麼如果這不是開玩笑 那為什麼要把一個剛來工地的大學生 綁在鋼筋架子裡面呢 直到看到最近的一條視頻 說在一個水泥柱子裡 膠住了一個人 在工人砸開水泥柱子的現場 可以清晰地看出 人的一雙腿露了出來 早就在網上看到說建築工地有一個潛規則 叫做打升裝 就是把活人埋在工程的地基裡 這是一種獻祭 活人就是祭品 一位網友就說 他在工地打工多年的親戚 跟他說了工地的潛規則 說看到夫妻倆別上去打聽 千萬不要去撿地上的冰紅茶 也別採地上的黑色塑料袋 沒打過混凝土的莊子裡面 如果裡面有錢 千萬別去撿 領導的手機也別去撿 可能一般人聽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這是打活人裝 把活人打進水泥柱子裡 意思就是獻祭保建築的平安 這是中國建築工地的潛規則 極端邪惡有一直在做的惡 蛇皮袋子裡可能有的就是準備被打升裝的人 冰紅茶可能是麻醉劑 喝了之後就倒在地上被打升裝了 地上的黑色塑料袋下面可能就是需要打裝的陷阱 沒有打過混凝土的柱子出現有錢或者是領導的手機 就是誘惑你進去 然後以事故的名義打你活裝 建築工地以活人獻祭幾乎是中國建築工地的潛規則 在福建廣東廣西這些地方特別的流行 他們會使用從人販子手裡買來的人 也會就地抓一些流浪漢和精神病人 這樣成本很低 有人說商朝的滅亡是因為敗鬼 咒王崇拜狐利導致亡國被信仰正神的周朝給取代了 但是想想即便是在商朝有活人紀很野蠻很殘忍 但是畢竟做這件事情都是公開的 沒有說讓一個活生生的人就悄悄的消失了 就像是說當今人們痛恨的恐怖組織很壞 但是人家做了什麼壞事也敢承認呢 說是自己幹的 而羅刹國的邪惡就在於 不但默默地教唆人們去做壞事 還讓人死得不明不白 問是不是他做的 他一定說不是 不但殘暴沒人性還撒謊 想想惡魔再看看流氓 再回頭看看中共這個組織所做的惡 真的是沒有比中共再邪惡的了 對於今天的話題您有什麼樣的看法嗎 歡迎在留言區說一說 也請您要記得點贊 訂閱希望之聲TV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臨時 雙方的關鍵 文字幕 Bach 由音樂 按鍵 每一段時間 都能申請 請小船 關鍵 我的量